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已经结了婚 然而 在央视里也有很多夫妻待到 大家知道哪几对呢 说起鲁剑 很多人应该都认识 他是中央电视台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一开始 鲁剑主持的主要就是伊拉克战亭直播栏目 之后 他又主持了今日关注这个节目 在鲁剑做主持人的期间 他拿下无数的奖项 比如金话筒奖等等 非常优秀 鲁剑长相帅气 声音好听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主持 而鲁剑在生活中也是一位性格非常干脆利落大丈夫 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央视的另一位女主持非常恩爱 他的妻子名字叫做郑天亮 在央视同样也工作了好多年 是一位资深的主持人 郑天亮的节目也是新闻类的 相信不少人也看过 郑天亮负责早期的新闻 这种节目需要早起来观看 每天早上收看节目的观众 都能够看到一个转发爽力的女主持人 给大家播放新闻 郑天亮被称为是央视的最美主播 曾主持过东方时空 刚开始的时候 郑天亮就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大的眼睛似乎会说话一样 而郑天亮认为在节目中 必须要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这样才能和观众产生过敏 叫大家喜欢自己主持的节目 这样的主持人真的是不多了 但这两人竟然是结婚 已经14年的夫妻 不少人还是表示很吃惊 两人结婚时非常低调 只有身边亲戚好友 以及同事知道 如今两人的大女儿已经12岁 颜值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秀基因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美女 二胎小儿子也在2015年出生 一家四口合照 颜值不是一般的高 颜值是一般心就还是一般的高 一般对手 颜值是一般的高跟楼 一般的高跟楼 颜值是一般的高跟楼 额一般的高跟楼 颜值是一般的高跟楼 额一般百分之稳